恩恩老師上課囉 我們今天就有考寶開箱 我們這次呢在雙十一的時候買了 60公斤的貨物 嗨 你知道60公斤有多重嗎 不知道 兩隻恩恩的重量 哇 我們這次真的買了非常的多 裡面呢有BABY的攝影社費 然後還有恩恩的鬼滅之刃 還有恩媽一些跟懷孕有關的東西 那我趕快一點點來打開 讓我先開這個好了 妳覺得這裡面會是什麼 我們來看看吧 妳覺得是什麼東西 媽媽的抱枕 對耶就是爸爸還願媽媽的 就是願不抱枕 對啊 怎麼那麼多啊 因為媽媽晚上都睡不好 願不抱枕套組 好多喔 恩爸其實晚上都睡不好 然後我都是拿那個抱枕直接往後面擺 謝謝爸爸 來吧 爸爸你看我 好像綿羊喔 好了 我都說完了 恩恩來負責吃飯 恩恩貓 你準備要睡了嗎 好 大家晚安 我先休息一下 你們先開第二箱 所以這個是靠在腰上面的 我們來錄第二箱吧 好好好 我們接著來開第二箱吧 一二三 一二三 燈 這是什麼 我有份量耶 這個是什麼 燈燈 好好笑 這是什麼啊 不知道 卡肚皮 這個是肥肉 是一個裡面是用豬肉做的 對 我要垂豬肉 你知道為什麼要買這個嗎 不知道 我要買這個 要給二根 晚一集要做 24小時 假孕婦 體驗 我的肚子掉下來了 她觸感還蠻好 她觸感還蠻好 我吃的好飽喔 跟媽媽的肚子一樣大 恩恩 媽媽的是八個月 妳的是幾個月 六個月吧 祝妳要幫妳寶寶去的肚子 叫小恩貓 小恩貓 乖 妳可以帶妳出去玩 玩 這樣迷你沒有會受傷 不可以打她 我大家想要看 恩恩貓了 一日假孕婦 記得鎖定我們之後的影片喔 她摸起來好療癒喔 妳知道媽媽幫妳找上門的肚子 欸 躺起來有媽媽的感覺 好 開下一箱 我們打開囉 這是媽媽要送給爸爸的衣服 妳知道為什麼要送這給爸爸嗎 真的 因為爸爸的相機非常爽 然後爸爸每次都背在街上 所以我們買了這個 我注意一下 好 我們要打開囉 親親一下 這是鋁合金的行李箱 這個是不是有千多塊 很好推耶 登登 恩貓之前都是這樣背著 很像那種打工小鏡 這是我們第一台單眼 大概3公斤吧 每次這些東西都背在身上 其實也蠻重的 那嘗一下很容易心田傷害 我覺得還不錯耶 有在拍影片或攝影看 蠻需要這個 大概就是這樣子放一放 上面還可以再刮一個包包 你看這個很好賺 大家心動了嗎 我好再切 可是我自己超喜歡的 妳的腰終於獲得解脫了 我們趕快來開下一箱 我看兩個紅色的 你這樣子的 對 有不是竹子嗎 有 有 那是竹子耶 阿嬤擋在上面了啦 我們來試穿衣服吧 李豆恩 肚子有點大 沒有很大 好可愛喔 綁起來很好 不能講話了 好猛喔 一 二 三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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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可愛喔 我們還買了兩套Poser的衣服喔 炭治郎還有我七三一個 之後再來開箱 先放旁邊 我們來開這一箱吧 欸 可是我買的史萊姆耶 這個是史萊姆的配件 超多的 可以開一個很特別的 什麼 為什麼 這個是便當盒組合 會有好幾種史萊姆 然後就可以把它做成一個很像餐點的東西 好漂亮喔 而且這個更誇張 它連便當盒都有了 這個好像是咖哩飯還是什麼的 我們之後再陸續跟大家開箱分享 來 我們來開這個 小朋友喔 就是要常常剪指甲 就買這個 寶寶護理組 打開之後 他就這樣子 他剪得還太可愛了吧 這是我的指甲工具 對 我們都還買了這個 可愛的圍兜兜 很可愛對不對 媽媽讓我來幫你剪 好 唉唷 你看剪斷了 我來幫你磨 所以你要當美甲師嗎 這裡尖尖的 對 你好棒喔 我們現在來開一個很奇妙的東西 我給大家看的是什麼 它叫伸縮自乳的媽媽包 很特別耶 我第一次看到這種東西 媽媽包最主打的就是 它用非常多的口袋 也是保溫袋 可以放一些什麼奶粉奶瓶 裡面都是很正常 後面呢 也是很正常的功能 它有非常大的空間 可以放很多東西進去 那為什麼我要特別分享這個呢 就是因為 它多了一個很奇妙的功能 叫做行動嬰兒床 往後拉 妳有看到嗎 行動嬰兒床 鋪房間 對 鋪房間 幫安安鋪房間 然後寶寶就可以在裡面睡覺 寶寶進去啊 寶寶 是巨嬰兒 欸真的耶 出去玩它要趕累了 然後就在裡面睡覺 好破喔 這樣大概60公分吧 最後來開這個包裹 這就是恩爸買的 這個叫做電子 還會游泳嗎 這麼這麼 真的很可愛耶 真的很喜歡嗎 嗯 沒電了嗎 欸又開始了 好可愛喔 它開始很像那種 你去市場的時候 老闆不是會叫起來 哇 跳跳 好啦 我們全部都開箱完啦 最後一隻最奇妙的東西 恩寶寶 又包起來 真的開很多耶 我們這樣花一花也花了 家喻不要太下飯了 都是買一些使用的東西 我本來對於這個背包 沒有期待非常大 但我覺得它比我想的還要好 這背包買多少 500塊的台幣 很方便嗎 恩寶寶 我們今天排檔排檔最喜歡奶昂的東西 我最喜歡這樣 我以為你會用米豆子的衣服 我不知道為什麼它這樣一直扭 很想拿刀的 不可以 吃生魚片囉 來一隻呼吸 我們開動吧 恩老師我們要下課囉 下課 你忘了 記得按訂閱恩恩老師喔 大家掰掰 現在就給恩爸開吧 所以這個是什麼 吃魚燈 看起來很厲害耶 這個是我們平常錄影用的燈 就是一樣同一家的嘛 對啊 它原本的燈是我自己另外買來找的 這算自製的嗎 對 這是玉米燈啦 好多燈芯喔 對 這其實已經整個都不亮了 真的耶 給大家看我們最早期的燈長怎樣 然後還有柳子 大家有沒有覺得變化很大 瞬間覺得右邊真的很高級 所以我想要看等一下開的是什麼 好 我們要來看第三代囉 小玉米辛苦你了 這很像那種電視台在用的 你知道什麼叫持續燈嗎 不知道 因為我們的電壓是交流電 如果你攝影棚 你是用一般的光燈 你在拍影片的時候 你會發現好像有一堆黑影在飄動 這個叫做持續燈 持續燈 它是不會有閃爍的 它什麼 這個叫做燈籠 它哪裡像燈籠了 我還弄給你們看 爸爸要變魔術了嗎 這樣子 好像熱氣球喔 好 安爸 裝好了 打出來的顏色是會比較柔的一點 聚光度不會那麼高 所以你想要拿什麼還是 放一個行李箱 剛剛開的行李箱 有差耶 近拍的那種細節就會很明顯 很棒很棒 安爸真的為了我們的影片 背後花了非常多心血啦 好